花蓮山木中心100年10月份成立 飞旋屋儿童青少年活动基地 今年是第10年了 因此在花蓮松原别馆举办了 同框同框10年 山木飞旋屋的回顾画展 展出孩子们的插画 手捏桃屋装置艺术的创作 展期只有到10月15号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一起来见证 山木中心长期陪伴孩子的成长故事 由基督教门诺会花蓮山木中心 在100年10月成立的飞旋屋儿童青少年 活动基地 至今已迈入第10年 10月的第一个周末 在花蓮松原别馆 举行了同框 同框10年 山木飞旋屋回顾画展开幕茶会 开场由飞旋屋学员 捧着自己创作的陶屋 马克杯明信片 向现场来宾展示成果 也邀请三位学员回娘家 分享以前在山木中心的成长点滴 就是常常会一起画画 吃饮食聊天 然后就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人 发画的一个习惯 我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也很感动 就会看到大家这样这么多话 然后一同就是大家的回忆 这样 那我也是从大概七年前吧 就来到这边 然后一直到我现在 都要唱大学 也是有很多感触啦 老师会以就是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去 来教我们的帽 然后后来就是 很久没见到老师 这一次有机会回来 就是可以再跟老师聊天 随后由执行长朱玉贵颁发树屋 给陪伴山木飞旋屋孩子十年之久的徐水源老师 也邀请董事何嘉飞颁发感谢状给支持山木中心的礼物文化 其实最主要让孩子们参与这个展览的一个筹划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自己是有价值的 然后也能够被看见 所以其实这个画展是孩子们跟老师一起投入的 那也盼望说 这个十年的记录 可以让很多支持我们的人 还有曾经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们 能够回来 回到这个家里面来 所以其实这次展览有总共要两个星期 然后也是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孩子跟孩子的家人 他们也能够一同的参与他们孩子的成长的历程 那我们的画作 对其实也会在台中跟台北做展出 那也希望那时候关心花莲地区 儿童青少年教育的部分的好朋友们 能够一起参与这件事 那如果要关注我们的部分 就可以在FB可以搜寻花莲项目中心 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网 或者是电话03-823-7288 03-823-7288 然后打电话给我们 跟我们联络 然后支持这些孩子的教育跟成长 十年通框以家为主题 展出孩子的插画作品 首年桃屋和装置艺术等 影音区也展出十年回顾画展 宣传片和纪录片 执行长朱玉贵表示 十年有无数孩子创作了无数作品 带着梦想和喜悦成长起飞 透过画展 除了让孩子创作被看见 也期盼有更多善心人士持续给予支持 陪伴他们勇敢走过生命中的难题和困境 同框 同框十年善目飞旋屋回顾画展 展期至10月15日 欢迎民众前往松原别馆欣赏 记得蒋邦彦联系报导